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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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医疗再无界限 只要有 好的演出场地 我们都想去到一个地方唱歌 像这个 我们都想进去唱歌 两兄弟大湾区 拍照 这几个香港青年走出舒适圈 到大湾区开创自己的事业新天地 当中的拼搏曲折和全情投入 会聚成一个个好故事 我是何英伟 我是一个独立音乐人 平时我喜欢唱歌 我喜欢看书 我喜欢去旅行 因为我唱其他一个人去旅行 有一把吉他 就好像你的同伴 你真的很闷的时候 你可以弹吉他 第二就是一个 可以吸引其他朋友的工具 原来有些歌曲 是会连结到不同的人 不同年纪的人 小朋友唱二哥 老人唱老歌 对于文化洋的人唱自己歌 对于文化洋的人 何英伟是一个独立歌手 和自小认识的周健豪大眼 组成独立乐队 一个弹吉他唱歌 一个打鼓 经常四位去演出 你也给我唱这首歌 我们都不在唱伤悲和寂寞 昨地爱你做了事情 那生命没有白过 让我们明天起来到最最不爱的生活 一、二、二… 大眼,我们认识了多久 都要不要考考? 我们要怎么认识呢? 我考考你认识了多久? 已经20年了 因为以前我和他两个都是连球运动员 他是劲职运动员 我是劲职运动员 但後來可英偉發現自己 原來並不享受勝利的快樂 他享旺的是分享的快樂 後面我覺得很辛苦 我覺得很大壓力 我經常覺得贏才帶給我開心的感覺 但我去旅行帶了一支結他 做音樂的時候 如果有些東西你和別人一起玩 一起唱的時候 原來這個Join4是可以感動的 他突然有一天就打給我 你想不想讓我一起做音樂 我說不要了 我真的不搞不定 要是上班時間又長 第三次就跟我說 你記不記得我讀書的時候 你說過一句話 你記不記得你以後大了之後 大家有任何一件事可以一起做 現在我想到一件事 很適合你幫我打鼓 我聽完這句話後 我都感動了 學了一段時間後 就跟他一路 就開始找人手做了一隊樂隊 就是這樣 他開啟我的音樂之路 不過 音樂這條路並不容易走 尤其在香港 所以我們剛剛出來 有資金 剛剛出來 我們試過一個公眾 對著空凳的時候 一整晚一個公眾都沒有 我說今天沒有公眾 沒有人買我們去表演 今天PA大哥就是我們唯一的公眾 因為他一定要聽著 如果我們連這個聽眾 我們沒有拿下來 我們有沒有考慮自己做好自己的音樂 對 我說演得好一場 三分 演不好的 是減一分 我們說 很用力 拼命 演完一場演出 最後幸好來到一台 沒有令到別人 沒有那麼尷尬 我想一下 我們有很多類似的經歷 做獨立歌手 可以做自己喜歡的音樂 唱自己想唱的歌 但代價就是 和名利的距離 這麼辛苦 為何還繼續堅持呢 第一 因為我們有天賦 因為我們上天賦予了 我們不用它 有腳不去走 我覺得很浪費 第二 因為我很喜歡 你又有天賦 又喜歡的事 你不做 那為何不做 在香港 難以實現音樂理想 何英偉要為自己的音樂 找其他出路 2019年的時候 何英偉見到 不少獨立樂隊 會周圍巡演 他覺得自己都可以這樣做 於是就嘗試帶樂隊 去大灣區等不同的地方演出 第二年 他開了一間音樂創作公司 集結一班獨立音樂人 希望開拓更多市場 將他們的音樂傳到更多地方 好 流浪女 拖腳走得超望 只帶一把結他一個杯 我懂得唱歌 不用捱我 手臂沒有流量 流淚 超級不爽 驚青波心芳 仔勁跳中低血糖 要找到自己 削削削削削 學下 幫幫忙 小眾也是一個大眾 沒錯 他這個有趣的地方 是特別容易找到不同的聽眾 任何類型的人 你放進一個很大的盒子裡 你容易找到 你的聽眾會容易很多 大家對這件事的想法 就是你玩獨立音樂 沒錢回家你會消錢 是 如果我找到這條路 我覺得是可以讓大家 找到自己的聽眾 可以好好表達自己 之餘 它是令到你可以吃得飽的 我找到這條路的時候 如果大家都適合的時候 一起做這件事 首先我覺得最成功的就是 令到每一個獨立音樂人 找到自己的聽眾 令到他們唱歌可以吃得飽 做音樂可以吃得飽 不過獨立歌手沒有大的唱片公司支持 連四位去演出的呂費 都要靠自己 何英偉在一次偶然機會下 在網上見到 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資助 九龍社團聯會舉辦的 大灣區青年創業比賽 從資金到發掘市場 幫助友誼到內地發展的年輕人 何英偉抱著一試的心態報名 最後成功獲選 得到一筆創業基金 第一 它會給我一點錢 第二 是 在內地的話 你去加入那裡開公司 其實它需要一些程序 需要一些人去幫忙 他們這部分也幫了我很多 去開銀行帳號 始終這個不是我生活開的地方 很多東西我不懂 為協助香港青年把握大灣區發展的機遇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在2019年 在青年發展基金下推出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的新計劃 資助香港非政府機構 為在香港和大灣區內地城市 創業的香港青年提供更到位的創業支援和枯化服務 包括落戶創業基地等 16個獲資助的非政府機構 包括香港青年創業家總商會 香港精英會 以及九龍社團聯會等各自舉辦相關的青年創業項目 項目為期最長三年 每個入圍的創業團隊 可以獲得最多港幣60萬元的創業資金 協助青年解決創業初期的資本需要 九龍社團聯會 獲得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推出的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資助 舉辦創業展未來 選出13隊創業團隊 為每隊提供最高40萬港元創業資金 並協助勝出的團隊 在大灣區創業或者拓展業務 可應為的團隊得到青睞 是因為他們用音樂說好香港夢 其實這個計劃 我們最主要是以40萬的免償還的方法 提供創業啟動金給我們的青年人 而當中我們也會提供一些 枯化服務、支援服務 讓他們可以回到香港和內地去創業 最主要是在目的上 我們想讓青年人實踐他們的創業資目 他們是以音樂的元素 為他們業務首要的項目 在香港來說比較少青年人 會去選一個不是在財務 或者賺很多錢的情況下的一個學業 第二樣東西 其實他又帶出一個元素給我們 感動到我們的評審 就是他想說好香港夢 用一個國際的音樂語言去說好香港夢 而最後就是因為他都可以作為一個範本 讓香港一些對文化藝術 對音樂發展的年青人 可以知道他們原來的夢想是可以實現的 蔡國駿 Steven 讀工程出身 不過他現在是一個線上醫療平台的創辦人之一 Steven 看準醫療科技的發展 於是轉換跑道 2021年創辦了一個醫療平台 提供線上會診和跨境醫療服務 但是沒有醫療背景的他 第一步找醫生加入平台 已經遇到阻滯 其實我們找醫生那裏都是非常困難的 當初我們都是兩位創辦人 真的由一個醫生都沒有 我們就逐家逐戶去敲門 去到不同的診所裡頭去見醫生 基本上去到第一關 見護士那部分已經被人拒絕了 之後我們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假裝病人 真的進到一個診療室裏面 跟醫生說 其實我不是看醫生的 但是我今天照給診金 我希望你給我們三分鐘的時間 聽聽我們在醫療界上的解決 很多醫生看到 都給我們這份真誠去打動 三年疫情 令到遙距醫療開展的步伐加快 正正設合了Steven 公司的業務 加上近年越來越多香港人 回內地工作和生活 但是就面對就醫難的問題 Steven看到各種市場 先後在深圳、珠海等大灣區城市 開了分公司 因為其實都見到 兩地都會有這個需求 特別是很多可能香港人 到內地的時候 經常都想找回香港的醫生 但是很難 如果他們長居的話 經常都要回香港覆塵 所以我們見到有這樣的需求 就打算開拓大灣區市場 但是怎樣才可以令這班在內地的香港人 都用到他公司的醫療平台呢? 精英會搞的創業精英 在前海計劃的比賽 就幫了Steven的公司一把 其實第一步非常簡單 我們參加了前海和精英會搞的創業比賽 在那裡贏了 那是一個很大的平台 等到我們可以很短時間裡頭 可以認識到內地或者一些不同的網絡 當時我覺得他們非常吸引人的一個點 就是隨著大灣區的發展 今開始會有很多香港人去了內地就業 其實他們都會非常需要香港的醫療系統 因為可能他們吃開香港的藥 所以iMedi這個創業團隊就成立了一個醫療平台 是能夠讓香港人在內地可以做到線純運診 之後也可以將香港的藥送到內地 我覺得他們很好找到一個很小的點 亦都是一個其他人看到這個點 但是未必可以有些困難的位置 有些麻煩的位置 他們是真是落力去研究了究竟怎樣去解決 那終於他們的努力之下 就終於解決到 真是非常足夠大灣區發展這個趨勢 另外一樣就是我很鼓舞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都去鼓勵 無論是我們獲選的隊伍 或者其他跟我們一起交流的創業者 去多些去思考怎樣用科技 或者作為一個創科團隊怎樣去服務到社會 在企業的發展的同時 也為了社會貢獻相扶相成 其實是每個創科團隊 我們都會鼓勵他們去想的事情 我是黃志威 卓域 今天是土生道長的香港人 2014年 志威大學畢業投身社會 和很多年輕人一樣 在面對責業前路的時候 都有過苦惱 在香港打一份穩穩陣陣的工 還是向外闖一闖呢 如果在香港的Big Four去做 其實未來的職業路向都非常清晰 可能知道幾年後會大概是甚麼位置 或者幾年後會去到甚麼地方 就會給一個條條框框框的刺激 但是我自己就想跳開這個框架 衝出去看一看會不會有更多的機會 和更加不同的未來 志威不想走一條幾乎已經定好的路 在朋友的介紹下決定北上深圳 到朋友的會計師事務所工作 順便了解內地的文化和制度 但是志威並不安於做一個打工仔 在第二年 他辭了會計師事務所的工作 一個人到惠州開了一間貿易公司 開啟了他的創業之路 但是個中辛酸只有自己知道 其實當時九年前第一次回大灣區的時候 的確是一個很深刻的經歷 因為我是家裡的獨生仔 父母亦都要留在香港 所以我去到的時候很不習慣的是 自己一個反工房工 就比較有那種孤獨感 真的很不習慣 當時成立公司開公司的時候 無論工商局也好 稅局也好 都需要自己親身去現場去跑 找第一間辦公室的時候 我記得找了差不多兩三個星期 我記得初市來到的時候 又沒有車 去到哪裡都要 乘的士也好 或者是我試過乘摩托車 坐在師傅後面 好像五元十元一位 大過了創業初期的跌跌撞撞 智慧的公司越做越大 而務由最初的貿易 擴展至品牌營銷 餐飲和空間設計等 兩年前 他更拉近舊同學 阿加帕、Paco 一起在香港註冊成立了一間初創公司 希望拍住上大展拳腳 他們在維州開設辦公室 研發智能光管系統 Paco的加入 不僅使公司駐入生活力 也為公司帶來新的發展契機 Paco在網上看到 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推出的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 他就和智慧膽粗粗報名參加 最後成為贏出的團隊之一 首先非常感謝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和不同的商會 舉辦了粵港澳青年的創業計劃 在大灣區 我們透過網上一些宣傳 看到有不同的商會去做計劃 我們就報名參加 香港青年創業家總商會舉辦的計劃講座 在講座上 講者很詳細講了這個比賽的內容 我們覺得我們都是合適可以去試一試 期間商會有很多不同的委員 給了很多寶貴的意見 經過幾次的面試和勞演之後 我們很榮幸成為獲獎的隊伍之一 智慧和Paco的初創公司 參加的是由香港青年創業家總商會主辦的比賽 其實就是透過一系列篩選一系列比賽 我們由240多隊青年人報名參加 選了大約12隊出來 首先每個個案都配了兩位導師給他 其中一位就是商會董事局的成員 因為我們董事局的成員 全部都是經歷過至少有5年以上的創業經驗 起碼我們從一條很艱苦的路走過來 我們可以將我們的經驗和他分享 或者令他走少一些冤枉路 另一名導師就是剛才說到我們的評審 我們的評審包括有上市公司大企業的老闆 也有大學教授也有投資人等等 他們都會匹配到到個案裏面 你問我在這個方向這樣配對上成不成功 我們看回是有效果的 因為我看到很多我們落戶了內地灣區城市等等的個案 有時他們人生老不熟 其實他們都很多時候靠我們的導師經驗去幫忙 包括在生意的網絡 甚至乎一些可能發規 或者在內地遇到不同的政府工商等等的問題的時候 他都不得解決 好像今次我們說政府撥款這16個NGO 其實他正正背後穩藏很大的資源網絡 包括在灣區裏面 其實如果你加入了一個商會 你就槓桿了背後龐大的資源 我舉個例子 譬如我們去商創基地 其實一個創業者 你自己可以買一張高鐵票 你自己上去都可以 但可能你會聊天 可能是一個前台的接線或者服務員 但我們可能會帶一個兩地交流團 直接和基地的負責人有對話 可以令到你們即時可以交換到微信等等 到時有些什麼事或者一些什麼的一手資訊 你都可以第一時間得到 因為我們做生意創業 其實資訊的流通是最重要的 還有我經常說執行力 如果你對的是創業基地的一把手 我相信執行力會快很多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創業 其實是說執行力 你看到很多成功的企業 其實他們用一些很簡單的概念 比如有些你看到網上網購平台 其實網購不是什麼很新鮮 不是什麼很科幻的東西 但做得好其實很靠團隊 我經常用一些很簡單的例子 如果你是執行力強 你是夠堅毅和你夠勤力的 你賣魚蛋也可以很成功 相比當年單人匹馬闖蕩 現時有政府及不同機構的支援 智慧說到大灣區創業已經輕鬆很多 很感謝文青局 提供了很多不同的協助和幫助給我們 除了很多不同人際交往上的協助 還有金錢上的資助 也都非常感謝他們對我們的協助和幫助 法國現在的年輕人其實是非常幸福的 無論是政府也好 或者是不同的機構也好 它提供了很多的不同的支援渠道 甚至乎可以幫你去處理很多不同的問題 所以無論從一個資金上的援助也好 或者是從一個地方上也好 或者是政策上的幫助也好 其實現在對於未來的年輕人來說 是非常幸福的一個政策 未來我也希望 現在成立的公司平台 其實是想引入很多不同的香港文化 去進入大灣區 這是我們的遠景 因為我希望可以做一個融入 無論是香港青年也好 或者是大灣區的文化也好 透過引入很多不同的文化 做互相的交流和融合 越港澳大灣區範圍涵蓋9加2城市 是國家開放程度最高 經濟發展最活躍的區域之一 在急速發展的同時 當中有不少創業的機會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推出 越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 16個獲得資助的非政府機構 合共幫助了217個青年團隊 到大灣區創業 局方說計劃除了資金資助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初創的支援 不是只是說我們現在中國16個NGO選擇了217隊創業團隊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資助了就完成了 我們看著它不要亂用錢 不是這樣的概念 我們更加要求他們能夠幫這些創業團隊提供不同的服務 例如一些腐化的服務 一些導師的服務 就是我們叫做有師的服務 本身我們有一些NGO 他們的組成都是由一些自己創業的人士 或者本身在商界有很久經驗的朋友去一起參與 所以透過他們把一些經驗分享 告訴我們創業團隊的青年人 我們覺得在未來對年青人來說是很有得益 政府一直強調重視和關心青年人的發展 本港青年人具有國際視野和適應力強 面對大灣區的發展機遇 政府願意透過政策扶持青年人創業 一個大氛圍來說 如果有興趣創業的年青人 我們希望提供到一些扶持的計劃 另外有些年青人聽過創業 想知道究竟創業是什麼 我們都希望透過這兩個計劃 譬如體驗計劃 讓他們知道其實創業有自己的挑戰 但是本身社會上包括政府 也都有不同的支援可以給大家 創業不是所有年青人都對的 但是我們希望有興趣創業的年青人 可以得到一些幫助 得到一些支持 幾位透過粵港澳大灣區 青年創業資助計劃 進而到大灣區開創事業的 香港年青人 他們在大灣區發展的故事 是怎樣的呢 我們下一集再看 我們下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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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d Activistwhen 我們下集會 這裡 打消ka 當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